若曦终于得逞所愿 十三送若曦出城 刚到城外 就见到八爷牵马在一旁等候 他是来给若曦送行的 十三看向若曦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下车走了过去 他行了一个最标准的礼 向八爷道谢 既是谢他能来送别 也是谢他跟四爷说的那些话 成全了自己出宫的愿望 不过八爷并未承认 他的耳后已经有了白发 他向若曦坦言 那番言论有自己的私心 又劝若曦放宽心善待自己 不要再多思多虑 沉溺在过往 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最要紧 既然已经决定要离开 那么就斩断宫中的一切 去了十四的府中 便是一次心生 更应该好好珍惜 十四与八爷的那个误会 也许一直都没解开吧 若曦将八爷劝慰他的那些话 都记在了心里 转身离开时还是忍不住 抱住八爷 这一个拥抱 无关男女之情 而是一个郑重的告别 因为他知道 以自己的身体 也许这一生 都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将此进程忘记 将我们 都忘记 十三件若曦又被感动哭 以为他还不知道 八爷对四爷说的那番话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八爷的那些话 也许四爷不会同意若曦离开 若曦却却告诉他 八爷这是为了让四爷彻底放手 原来 他还是那个重情重义的八仙王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终于到了若曦 与十三告别的时刻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一同饮酒 喝完这一壶酒 两人便就此别过 承欢看着若曦转身离开 连忙起身抱住他挽留 若曦叮嘱他 在每年12月22号 给一位姑姑磕头祭拜 这件事除了四爷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因为若曦说的这位姑姑 就是绿吾 她死在了那个冬天 可惜 十三一直都不知道 还以为绿吾 只失去了江南 仍旧好好地活在世上 若曦扶在巧慧间上 不顾承欢的哭喊 往尊义而去 她终于离开了这个 带给他满身伤痛的紫星城